各位 今天被哗啦啦的雨聲 叫氣床的朋友們請舉手 各位今天被哗啦啦的雨聲 氣象局就說啦 週三週四這兩天因為封面接近 水氣增多 讓北台灣一早就開始下起了雨 睽違了N天 終於讓小記者有機會提醒大家 別忘了要帶傘出門啦 今天跟明天是受到封面影響 然後今天的降雨會比較在 白縣這一段大致上是在北部 就是北台灣北部跟宜蘭有轉戰雨 就是比較全面啦 然後中部華爾連台東 還有南部的山區 今天也有舉步的一個降子 那這一波南部的頻率就以零星為主 隨著雨來了各地高溫也稍微下滑 天氣開始悄悄變天 北部跟東半部高溫大約24到27度 中南部則有28到30度 好消息是受到封面通過 加上東北風稍微增強的影響 這波雨會從週三晚上一直下到週四白天 而且雨勢可能不小喔 今天深夜之後到明天的白天 上半天這段時間 封面的水氣帶來是比較多的 這段時間的話幾乎是各地都有雨 北部它是有陣營或雷雨 北台灣降雨它就很持續 區域放鬼也比較全面 那中部跟宜蘭大致上 也會有短暫的陣營或雷雨 其他地區像南部跟華爾東 偶爾也會有比較短暫的降雨 話說回來別看到今天下了這一點雨 就整個興奮起來了耶 俗話說清明時間雨紛紛 但見鬼啦 今年掃墓時機能一滴雨都沒有 讓人渾身不對勁 根據氣象局統計今年全台13個特戰 在2月1日到4月20日期間下的春雨 只有125.9毫米 恐怕會創下75年來的新低紀錄 可以看到今年2月全台平均雨量53.9毫米 只有歷史平均值97.3毫米的55% 到了3月的平均雨量也才50.7毫米 只有歷史平均值96.1毫米的53% 唉說到今年4月全台降雨更是少得可憐 回想起4月上旬 別說要聽到下雨的聲音了 連下雨的痕跡都沒有啊 整個4月來看的話其實 比較起來的確是跟往年相比 少蠻多的 尤其是北部地區 中部以北地區這個部分 到昨天為止571是沒有雨量的 只有雨跡的話大概就是澎湖冬季 雨跡就是它有下雨的痕跡 曾經下過雨 我們的雨量從不量不到雨量的那一種 個月只下了0.5毫米的 包括淡水新竹台中恆春 如果在春天那個季節的話 主要下雨 全台灣最容易下雨的地方 是中部以北的山區 扣除掉禮拜天的華南雨區 在前面一個大家 比較有印象下的比較大的雨 大概就是3月24號的那一波系統 長達大概快一個月左右的時間 我們這邊是沒有明顯的系統影響我們 是呀這一個月每下雨的日子 不只小記者的雨傘放到都漲灰塵了 全台水庫的蓄水量也是慘兮兮 趁著今天老天賞臉水利署抓緊時間 在石門 寶二 永和山 明德 以及鯉魚潭水庫 這五座蓄水率低於10%的水庫 實施人工增育 看能不能少少解渴囉